那会有很明显的分歧吗 好像从来没有 最大的分歧就是谁当经理了 你当吧 你当 为什么我当 我不当 你当 退来退去 对 退来退去 我觉得真的没有事情能够 令到我们有不好的气氛 我们的什么年纪 差不多到哪边去了 争吵什么呢 最主要是希望大家都开心 除非是工作时间太长 我们就反抗 明天不营业了 很累 关店一天 关店一天 或者是两天 三天也可以 因为前一站我们已经赚到钱了 这一个站我们不赚钱 休息 去观光 但是后来发觉观光也是挺辛苦的 从八点钟起床 算了 今天还是不要吐槽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 过去三十年的演艺经历 会是哪三个词 我有想过是 以前是比较冲动 年轻的时候很冲动 然后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是迷惘 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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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往后的我觉得是 很光明 因为我想有没有想过 五十二岁的时候才成为歌手 这个想有没有想过吧 所以我觉得前面路 前面一定有路吧 之前那首歌 别哭 前面一定有路 对 真的 那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大家可能会觉得 说你是TVB黄金配角 我不敢当 我不敢当 因为有很多前辈也是非常厉害 在我同年纪或者是新的一代也有很多 每一个人可能都想当主角还是主角 主角 主角 你觉得你当配角有什么感觉 我就跟很多人说 在屏幕或者是戏里面 或者是你看到画面 我是配角 但是我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是主角 所以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 我表达的 或者是我呈现出来的 也只是一部分 我没有太过开心 你是黄金配角 或者是不开心 你只是配角 我就没有 我就是在自己的身份当中 去表达出来 就是说我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主角 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从这个角度来做 就够了吧 就是用平常心 演好每一个角色 嗯 嗯